台股涨794点创历年最大涨点连2天强弹1464点 台股经历5号股灾后连2天强劲反弹 7号盘中最高占上2130点上涨于800点 最后收2129点上涨794点 创台股收盘历年最大涨点涨幅3.87% 成交值新台币4433亿元连2个交易日合计上涨1464点 台股电中厂收920元涨40元贡献加全指数近325点 分析师指出中东战事及日元动态人是未来重要国际影响因素 巴黎奥运林玉婷全集进金牌站台湾桌球女团八强止步 拳后林玉婷7号在巴黎奥运女子全集四强赛发挥升高优势 以无比完胜土耳其对手挺进金牌站 刷新台湾在奥运全集项目最佳成绩 方婉玲在女子举重49公斤级出赛 虽无缘奖牌排名第6 但抓举总和破全国 台湾蜻蜓竞速好手赖冠杰在男子1000公尺担任C挺八强赛 分组第4名遭淘汰 他赛后表示说 再让我准备4年一定会更加强大闯进决赛 桌球女团八强赛正一进陈思雨 简童娟碰上劲敌中国组合 以比三吞败止步 此外 于求宇涉及代表队7号带着金童在玉归国 李扬说除了从事教职也希望参选与协理事长 王麒麟判4年后再努力一次 李梦远则呼吁还在努力的选手坚持下去 彭蒙会过时享受98岁创办空中英语教室陪伴台湾三代人 空中英语杂志创办人彭蒙会6号去世 享受98岁 美国出生的他1951年跟随传教室来台 到花莲服务看见台湾人学习英语的需求 从广播课程讲义开始发展成三本英语学习杂志 至今教台湾三代人学会英语 彭蒙会近十年尤其关心偏乡教育 她曾说只要是偏乡需要 相关教材资源都愿免费提供 去年6月时任总统蔡英文 亲自将台湾护照交到彭蒙会手中 让她成为正港台湾人 彭蒙会在遗嘱中还特别交代把所有一切全捐出 总统府表示 赖总统赶配彭蒙会老师一生为台湾奉献 是令人敬仰的教育家 古巴角力选手罗培兹奥运五连霸 打破费尔普斯同项目连霸夺金记录 古巴角力选手罗培兹6号在巴黎奥运 击败代表智力对手 成为首位连五届奥运同个项目连霸夺金的运动员 打破美国田径名将刘毅士与泳谈传奇 飞于费尔普斯等奥运明星的记录 罗培兹6度征战奥运 至今拿下22场胜利 仅在2004年雅典奥运八强赛吞败 罗培兹夺金后将鞋子摆在电子中间 这是退休角力选手的传统仪式 他说 我们必须让出位置 让人才几几的年轻一辈继续发光发热 国台办增台独顽固分子专栏分析说 对台法律占延伸 中国国台办官网近日增加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专题栏目 列出台独分子名单并提供举报信箱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名列其中 他表示台湾人民拥有国家的主权 跟中共不一样 硬要把台湾混淆成中国的一部分 不仅违背事实而且昧着良心 国民党表达遗憾与谴责 称互相贴标签的行为不利两岸沟通跟区域和平 台湾学者分析 这是对台法律战延伸 借此建构发布成都22条意见后的成见模式 达杀鸡儆猴之效 金门钓客遭中国滞留近五个月返家陆委会说 乐见陆方将人送返 金门二钓客三月出海钓鱼迷航至中国泉州 被中国海警巡获 其中无姓钓客三月已返送金门 但胡姓钓客被滞留 时隔近五个月 金门立委陈玉珍7号前往中国接回胡姓钓客 湖南表示在中国吃住无鱼 现在最想好好跟家人吃饭 陆委会表示 事发后即不断向中共有关部门反应 要求应紧诉且无条件安全送返 乐见陆方终于采取行动 泰国前进党主张修改冒犯君主罪宪法法庭裁定解散 泰国去年五月举行众议院选举 新兴政党前进党拿下151席成为国会最大党 但前进党因主张修改俗称冒犯君主罪的刑法 112条成为保守势力眼中钉 泰国宪法法庭7号认定前进党意图推翻君主力限制 裁定解散政党 并禁止前党魁皮塔等多位干部10年内参与选举成立新政党 前进党的国会众议员9号将加入新政党 皮塔说他们会努力打破循环 让泰国有真正的民主 中东战火一触激发美与哈马斯新领袖新瓦接受停火 哈马斯前政治领袖哈尼亚在德黑兰遇刺身亡 哈马斯6号宣布新瓦为新政治领袖 新瓦被控制去年10月7号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主谋 分析专家认为 相较哈尼亚 新瓦更不愿同意停火协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促请新瓦接受加萨停火协议 避免中东爆发全面战争 同时 黎巴嫩民兵组织真主党史言将强力回应 以色列击毙真主党军事指挥官事件 并说将会独自行动或与伊朗等盟友联手 邱泰远允未来二年部长健保费 卫福部三支建判改革 今年度健保总额达8755.35亿元 是近8年首达成长率上限 即使如此一届依旧面临伊氏人员血汗 新药纳入健保缓慢等 总额协商付费者代表多次警示 115年前健保收支恐发生短处 将面临涨保费 卫福部长邱泰远受访时再次承诺 未来二年部长健保费 卫福部尼以改革健保三支建 争取更多公务预算 提高补充保费 及确保政府负担健保总经费36% 避免增加民众负担 郭天信张震宇 曾俊岳县德州扑克事件 中职陈楚晋赛期场罚款7万 近期中职多名球员陷入德州扑克风波 为全龙郭天信张震宇被球团罚款 超过一个月薪水 富邦汉将曾俊岳更被球团重罚新台币48万元 中职7号也宣布对三名球员处以七场竞赛7万罚款 联盟说明 德州扑克场所在台湾人士合法非法参办 甚至有多起黑道介入违法经营的案例 会避免触罚风险 处于灰色地带的争议场所应避免前往 开箱老照片第一届模范父亲表扬大会 1967年8月8号 中国家庭教育协进会举办第一届模范父亲选拔 在台北市国立艺术馆举行表扬颁奖大会 模范父亲需由妻子儿女及服务单位推荐 且符合40岁以上思想纯正有三名以上子女等条件 最后再由评选委员会选出得奖人 Podcast缅甸政变三周年民主梦点燃后再次熄灭 2021年2月缅甸军方以选举舞弊为由 对执政党全国民主联盟民选政府发动政变 包括总统温敏实职领导人翁山苏姬在内 多名执政党高层遭军方逮捕 这次政变不只是一次政治变动 更是对缅甸民主进程的一次重大打击 透过本集内容 听众能对缅甸政变有更全面了解 不仅是事件经过 更包括其背后原因及对国际的影响 收听Podcast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装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明天见